阿蓉 怎么了 上次跟你说的事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我还没有跟我姐说呢 这么大的事我也做不了主 再说了这要求有点太 怎么了 这事我都跟你说了很久了 我们两个都在长沙那边上班 我们工作啊什么的都在那边 朋友啊都在那边 我们在那边买的房子怎么了嘛 可是你这样 你不知道长沙一套房要好几十万嘛 可是你们家 只要给我们出个首付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按揭嘛 把首付少说也要五十万 那你买不买嘛 哎呀别生气了 走走走回去跟我姐说去 你回来了 姐我刚才在路上跟小雅 我们俩商量了一件事 小雅说啊必须在长沙有一套房子 才跟我结婚 姐你看你有时间给我交个首付呗 你说的到千巧 长沙买套房买得多贵啊 你买不起 那我不管 不买房子的话 她就不嫁给我 爹 要不咱们换一个吧 你长沙前天跟你说一个 那姑娘不错 姐 你说什么呢 我和小雅 我们是自由恋爱的 我就喜欢她 别的人我没有 可是姐 给你买不起这房子 我不管 你不给我买房子 我就结不了房子 我结不了房子 一定抱不了自己 看着办了 对 你这不是逼我吗 姐就是把家里的东西和房子卖了 这长沙的房子我们也买不起啊 那你说怎么办吧 那要不这样吧 哪天你把姑娘带到家里来 我给她刷量刷量行吗 你要给她刷量刷量 是啊 能行吗 行不行 我四十倍 好好 听你的 小雅到我家了 阿柔 你姐叫我来 是不是说房子的事啊 我 我 我告诉你啊 这房子的事 我是不会松口的 有房子我们就结婚 没房子咱们就散 别生气了 都到家了 进去协会吧 正好我姐也在家 走啊 坐 你姐呢 我姐应该在厨房里吧 我叫她一下 姐姐 嘿 你忙完了没有啊 收拾好了没有啊 阿柔 既然我是来趟房子的事了 那我就跟你们说吧 要是没有房子 我们就不结婚 小声点 我告诉你阿柔 你别以为我喜欢你 我们俩什么都能有 就可以结婚了 这长沙的房啊 你必须得给我买 姑娘 你一进家门就说这话 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这还没结婚了 要是结婚了 我爹还不得送你一辈子去啊 我 我要房子怎么了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见过我 我怎么没见过你 姐 你们俩怎么认识啊 不认识 姑娘 你看我爸妈走得早 我一个人把她拉扯大 不容易 再说 家里的房子也不错 再说你那个条件 再常常买房子 确实买不起 姐 那房子我不买了 我不要了 不要了 小雅 这怎么回事 现在房子又不要了 你先听我说 姐 你不记得我了吗 好像有点面熟 几年前 就在石子路口那 你想想 你是不是救了一个女孩 哦想起来了 是你啊姑娘 是啊是啊 这都多少年过去了 那时候你还小 姐真没认出来 我什么时候啊 都不会忘记您的 姑娘 你看我们俩真是有缘分 是啊 当年要不是你救了我 给了我五百块钱 让我看病 说不定啊 我已经早就不在人世了 姑娘 别说是我 任何人碰到那种事 都会伸出援助之手的 没想到你们俩这么有缘 是啊 就好像跟我们一家人似的 姐 遇到你们一家人 是我的福气 以前是我的不对 你别介意啊 不提了姑娘 那是不提了 姐 您放心 以后我跟阿荣 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 好 换做好了 我们去吃换 嗯 给